自从孙悟空挥出那毁天灭壁般因果 将西天灵山给彻底毁灭之后 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向着花果山的方向飞去 可是就在半路的时候 悟空突然就口吐鲜血 向着下方栽了下去 老大 你这是怎么了 别下坟宝宝我了 俺老孙我也不清楚 只是觉得浑身难受 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正在 一声问哼 将悟空的话给打断 见此状况 阿弥陀佛赶忙上前去查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顿时就将他给吓了一大跳 你干嘛 悟空小友的体内有一股庞大的力量 正在疯狂的涌动 像是快要控制不住 要爆发了 什么 不会吧 老大他刚刚才打了一架 体内的灵力应该是亏空严重才对啊 小石宝说的没错 之前在西天灵山的时候 悟空施展了几次大招 又被红军盗族打伤 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才对 而现在唯一的几时变是 他之前在蛮荒之地吸收的星辰灵气 快要压制不住 该死的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俺老孙难道这是要暴体而亡了吗 悟空现在十分的慌乱 若是稍有不慎 他就要去阎王爷那里报道 可是就在下一刻 悟空的三师居然不受控制地浮现了出来 成品自行将他给巩固在了其中 而紧接着 代表着半部圣人的标志星河 也跟着一起浮现在了他的眉心之处 三师鼎立 星河浮现 悟空小友 你这是要三师河到了呀 什么 不会吧 俺老孙我可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这可由不得你 只听众人的话音刚刚落下 无穷无尽的星辰灵气就开始涌现而出 向着悟空的三师包裹而去 而在其三师之上 有着一团散发着幽光的物体 和星河极为的相似 三师开始凝聚令和 这就是河道承受的表现 一旦凝聚完毕 就会和星河融合成为一体 成为道河 拥有了道河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天道圣人 可立万劫不灭 以肉身横度虚空 周游万界 逍遥天地 可是俺老孙我并没有做什么啊 怎么会开始三师河道了 而且三界之内不是一直流传着 河道成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吗 应该是跟之前的那场大战有关吧 另外老大 你每次修为的精进 都和战斗脱不了关系 不是在战斗的途中 就是在战斗的路上 嘿嘿 照你这样子说 还真是有可能的啊 此次西天灵山一战 悟空除却东黄中以外 可谓是底牌进出了 大概就是因为在这种生死之战的压力之下 所以才会让他在不知不觉中 开始三师河道 并且随着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激烈 他体内的潜能被更快的激发了出来 这也成功的让悟空的混沌神体 晋升为了混沌战体 而再加上混沌龙神战甲的力量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混沌龙样形态 乌拉拉 舒坦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三师河道已经开始 这对俺老孙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接下来我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就行了 不过咱们还是赶紧回花果山吧 都快过去五百年了 也不知道兄弟们怎么样了 好嘞 老大 这次回去之后 我也该考虑为自己恢复行为了 好好好 被困了这么多年 我也终于自由了 也该去见见我的师弟了 一家欢喜一家愁 望着眼前这满目疮痍的西天灵山 燃灯古佛可谓是满脸的不快之色 因为他仿佛遇见了西天灵山彻底毁灭的那一天 董事长 满蕾 这孙悟空彻底压不住了 再加上现在花果山 有三位天道圣人 到时候一旦红军道祖的禁令解除 就是咱们的灭顶之日了 别慌 别忘了咱们可是还有九龙巨星的 若是真的有那么一天 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将九龙巨星给引爆 同归于尽 所以本座觉得他们不会在短时间内攻来的 可是这样子也不是个办法 那孙悟空要是突破到混元太极大罗金线 九龙巨星也挡不住 我知道 所以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什么办法 闭关 我决定闭关 提升实力 西天灵山绝对不能毁在本座我的手上 古佛 这是本座我独立的身外化身 拥有我全部的实力 也拥有独立的意识 接下来 灵山大大小小的事情 就拜托你们了 董事长 您这是要干嘛 闭关而已 不至于如此吧 没办法了 事到如今 就不能以常理来行事了 他孙悟空不是想要成就混元太极大罗金线吗 他能做到的事情 我如来一样也能做到 本座绝对不会输给他 历史之间 如来佛祖满脸的争鸣之色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肯定是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而这也就预示着 在将来的某一天 说不定会有一场三界 从古至今都不曾有过的圣战 并且有可能会直接将整个三界的势力 都给牵扯进来 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生灵陨落在这场大战当中 在三师吸收了十年的星辰灵气之后 悟空的命核也终于凝聚完毕 而这也就代表着 他与混元太极大罗金线的距离可谓是近在咫尺 只需要有足够的功德气韵降下 悟空就可以正式的踏入天道圣人的境界 哎哟喂 各位 俺老孙也就是合个道而已 至于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吗 不会是想来看猴的吧 老大 你想多了 我过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的 什么事情 西行取经要开始了 好家伙 这还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 正是时候啊 这一次 西行取经所有的功德气韵 俺老孙都要了 谁也挡不住 Alt habitat 替你疯狂的